原住民保留地禁罚补偿计划实施迈入第四年 盐萍箱公所开放乡内民众到产业观光客来进行申请 只要符合资格民众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申请 另外针对部分土地因为在都市计划区没有办法使用部分 也将会协助承报给地方政府和原民会 希望可以寻求另外的解套方法 盐萍箱自即日起至4月30日为止 开放民众申请禁罚补偿 以及造零回馈的相关事宜 只要民众攜带相关资料即可前往乡公所进行申请手续 但目前盐萍箱内部分土地因为被列在都市计划区 因此无法申请补偿 也没有办法开发 针对这部分乡公所表示 会协助将情况上报上级单位寻求解套方法 因为我们全乡都是属于原住民保留地 也是在建法补偿的这个条例的要件里面是符合的 但是它的条件就是要零业用地 就是等于是你没有去开发 所以说我们这边用建法补偿的 来补偿它一些没办法开发的 所以零业用地的话 我们这边的面积从105年度一直宣导到现在为止的话 逐年都有增加比数 面积也都有增加 像我们在去年 我们就已经有到400多笔 等于是1600多万的一个建法补偿的费用 现在卡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红叶村有部分的土地 它是属于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土地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地的一些村民有大概 差不多23至24公顷 他们的一些损失啊 他没办法列在这一次的条例里面 我们会也是有跟他们做一个解释 也有跟渊明会那边做一个 就是陈请是不是可以修改 不要说把 因为它也是属于保留地里面的土地 因为被列为都市计划土地 结果没办法去申请 这个有跟上面做一个反应 另外古志诚议员提到 也有许多族人向他反映 虽然土地为农牧用地 但因许多限制法令之下 让不少农牧用地的土地面积 无法更做使用的问题 我们很多农牧用地 因为卡在它的坡度 还有它的保护区的范围内 还有一些水源保护区保安领地 没有办法去做到补偿 所以这个办法应该要有所修改 相关问题乡公所也会进行统整协助 而族人则希望中央能够正视这些问题 修改条例放宽制度 让政府的政策可以符合土地正义的原则 记者陈静玲 严评相报导